说说当时的情况好吗 当时听到以后 根本都不相信 我经常挺 丑得挺 胡搏蓝条的孩子 怎么会得这个病呢 我们家也没有这个病 是吧 医生本来说18 是吧 你就按18的人生来规划 对吧 后来他又越过了18 你又按28的来规划 就这整个整个的 这个变化过程当中 你的心理是怎么调节的 18以前 就是想让他 主要是修学 在小的时候 都是说治病 求医 求学 求职 这三个过程 就是说 基本的步骤 还是按正常孩子来 对 但是呢 基于他特殊的状况 还是必须把求医 当做第一步 比求学还重要 对对对 每天我都 因为他要叫我 给他翻身 晚上睡觉 一个姿势睡觉 你就是把整个身体压麻了 你自己也翻不过来 这个时候 我就会去叫我妈 然后我妈来帮我翻身 这个过程 对我来说 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是 有一次 就是当我弟媳妇 第一次到我们家里来 然后他住在 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 我晚上叫我妈 然后他听见了 他也 他也知道 我妈迅速地 就跑过来翻身 他后来跟我说 他说你知道 你妈多好吗 我说咋了 他说你一次 叫了你妈三次 四次 你妈每次都过来 给你翻身 他一宿都睡不了 一个整觉 那个时候 我才突然意识到 我妈真好 你有的时候 会不会忍着 说就是少叫他一点 会忍着吗 会 但是有时候忍不住 忍不住 因为真疼 真疼 你有的时候 有没有会想过 万一哪天 没有妈妈陪着 你怎么办 那就只能像 我大多数的朋友一样 买一个翻身床 先把自己坐起来 坐起来 除了翻身之外 别的呢 翻身 我现在是除了 坐在我自己家的 电动轮椅上 自己能够正常活动以外 其他的都是靠我妈 你看我妈妈的腰是弯的 她是因为 十二年带我上学 被压弯的 我是十二年上学的时候 是要坐在那个 自行车的前梁上 我妈一米五八 一百二十斤 我是七八十斤 她每天就是 她就每天就是 把我用一只手 嘎起来 放在这个 那个自行车的后边 然后迅速的 就把我背上去 我们家住四楼 她背到四楼 然后我的教室是三楼 她再背上三楼 每天四趟 她的腰就这样 被泪弯了 我看你是一个性子 特别帅真的人 吓得开嘛 你平时不会撒撒娇 或者是抱抱妈妈 亲戚妈妈 这事你不干不出来的吧 你干得出来吗 我当然干得出来啊 好吧 该表达的时候 为什么不表达呢 好吧 那你牛 我们能做的 也只有这个了 对吧 这还真没干过 对 你真没干过 真没干过 抱一个能怎样吗 那你抱抱我吧 我胳膊抬不下来 亲情能怎么样吗 对不对 你抱抱我吧 哎呀 好 我们谢谢妈妈 妈妈先下去休息一下 好不好 好好好 来来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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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